姐 你就那么肯定 我真的能救老太太的命吗 当然了 老太太打见到你第一面起 她就觉得她和你有心灵感应 你知道吗 上次她昏迷 她唯一说的一个字就是没 东梅的没 说明老太太的心里有你 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 连我嫂子都妒忌你呢 东梅 你知道 真的 小悠 她早就不在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妈 你就是救我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老头的 她说这是不是真的 台湾是心多 几少了 忙一下老太太啊 不 咱们家 我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太重要了 东梅 你知道吗 我们虽然能给我妈找 最好的专家会诊 可是 我妈她需要一个精神支柱 你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因为她最想见的就是你 在她心里 从来没有第二个小悠 你就是 那东梅可是咱家的顶梁柱 我不能让她去当稻草啊 是 日子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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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买报啊 买报啊 姐 你别着急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 赶紧带我去医院 去见老太太 走 走 我跟您是报嫂 大家都来买她的报 保住她了就保住我们家了 买够那么多数 她能保住报嫂 走了 走了 谢谢大家了 谢谢各位了 我们美缘爱报 只要保住她这个报嫂的资格 也是保住我们全家呀 东梅 你别那么多顾虑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妈 她现在太危险了 是 我闺女叫大爱 我是抗美援朝的老病 还爱我们 我们也爱她 当时我们是保家卫国 现在是保你卫下呀 对对对 是是是 你什么呀你 亏我还把你当成闺蜜呢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妈在冰床上躺着 她这么想见你 你怎么欠死不救呢 姐 我想去 我真的想去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妈 她就是我亲妈 你们家寻亲的广告 等了那么长时间 什么我都看在眼里了 可是我 可是我 我 我 我还有好多的话 我说不出口 你有什么说不出的 东梅 我是你姐 清姐不也就这样了吗 你 你是我亲姐 可是 我 我现在 我真的好多事情 我做不出来 姐 我 我要怎么跟你说 别说了 张东梅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知道 你不想帮我 你不想救我吗 她是个大相爷 一切都上班 姐 真够自私的你们 姐 姐 你不要这样 你见死不救 你太没有良心了 我 你没有良心 我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你们全家都是冷血动物 你们太自私了 太自私了 收下别开车 我还有句话 谁家里都有老人 老人去世之前 总是要有一个人 改成你吃饭了 太自私 蛋儿女的就是在满也要满足他 我妈她昏迷在床上 flat 响你呢 我的小女的说不出来 我们做儿女的 真的能帮你吃掉他的窗前 让我妈在七十十飯前 见你一面 我们不图什么 我们不图别的 童妹 你帮妈妈 就见我妈一面好不好 就这么难吗 我求求你们啊 东北快上车 看在我对你那么好的份上 看在我妈的份上 快上车 快 东北快上车 我去 上车 快上车 开开门 我没有上车 东北我求求你就去他医院 就去他医院看到我妈好不好 这种男人太没良心了 你的妈是妈 我的妈就不是妈呀 妈 妈 妈 你找我了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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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了 我们需要 他的路过想 开一个小口 那会更好 是这样的 由于老人家年岁已高 直接做开颅手术 风险会很大 所以我们的专家建议啊 直接在老人颅骨上开个小洞 做微状手术 这样会减少风险 同时也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家人 尽快地做出决定了 谢谢 怎么样 不算是好消息 因为专家认为老太太年岁太大了 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的话 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所以最好是做一个微创手术 清除血肿 那也是手术啊 对 就是在颅骨上钻一个小框 在我妈头上钻孔 这人没死先钻死 不行 这太危险了 你怎么不在你脑袋上钻一孔啊 我倒希望在我脑袋上钻一孔 唤醒老太太 但是你觉得行吗 行不行我不知道 谁敢动我妈一根毫毛 我跟她拼了我 现在只能这样了 血肿不消的话 老太太长时间没有意识 这个大脑就会坏死 你担当得起吗 我 那不就成植物人了吗 还有更坏的呢 可能永远行不了 那就是死 那就是死 啊 person 还是所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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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难受 你们狗狗声声说我是大爱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 大爱 我根本就不配这两个字 我自私 我懦弱无能 我什么都看不了 冬梅啊 冬梅啊 我们都会为了你好吗 冬梅啊 我不能带自己欺人下去了 他一个老人 临终起 不管他有什么要求 我都得满足他 冬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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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 咱们错了 咱们错了 我的天 搞国家 我没带好弟妹 也没管好老婆孩子 三儿不在 死情也不在 我 我决定不了你的手术 不 妈 我来了 妈 你归你我没本事 我没给你把人带回来 我没法让你感应 好了 姐 别哭了啊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咱们现在要赶快决定 妈这手术是做还是不做 你想做 我必须跟妈八话说完 妈 平常说 真情不是戒的 一点都不假 面对骨肉之痛 一个外人他根本就不动心啊 妈 我都含了心了 我跑了大半个城 我好不容易找到人家门上 人家就是不肯跟我来看你一眼呀 妈 妈 他根本就不配做我妹妹 我真是瞎了眼了 妈 小悠她早就死了 您别再骗自己了 我们都别骗自己了 小悠她早就死了 姐 先别哭了 也先别说这些事了好吗 苏丹都已经把专家联系好了 指摇妈的指标符合要求 那这个手术就能做 咱们现在赶快把这个事定下来吧 好吗 小左 你决定吧 我们都听你的 小左 都听你的 只要能救妈的命 只要有一线希望 咱们都得努力 那好吧 我来做主了 只要妈的各项指标符合 好 我们就做手术 老头子 你说东北这一发火走了 他还会不会回来了 可是人家亲妈 他要是不回来 咱有啥办法 咱也别怪东北发脾气 这回啊就是咱们不对 想想这些天 人家崔家对咱的帮助 我这心里就难受 老觉得欠人家的 其实人家崔家老太太 就是想在临终以前 见见自己的亲闺女 那没错 那可是她亲生的呀 老头子 老头子 真是 那样是 是这么个灵 可我就是卖得过心里 这道坎儿 自己养了孩子 给别人养老送终 我受不了 咱们是东梅的父母 那户口板上印着 谁轻谁重 东梅 东梅 我相信东梅心里也印着 东梅啊 谁是王秀之的家属啊 怎么了 换一单出来了 怎么样 病人的好几项指标 不符合手术要求 肺部还发生感染 所以专家也不敢贸然手术 不能手术 那 那不等于 就判了病人的死刑吗 先观察一段时间吧 期待它有所好转 封酒 走 就是 说 东梅 这啊 你簡 musste 你的猫 您好 是蘇丹让我来的 您是徐凤吧 对对对 我是 徐主任 徐主任 对啊 我们苏总 已经打电话交代过了 以后这个木偶剧团 就交给您来管理 我 对对对 您可以随便看看 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着吩咐 木偶剧团 徐主任 现在目前状况还算稳定 有什么事的话 直接找我们好了 好 来 喂 嗯 我再去联系联系 其他的专家 嗯 老太太会没事的 会有办法的 妈 关键时候 还是要靠我小左妹妹 你闺女 你闺女我真没用 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妈 姐 妈 可是我能陪着你 我天天在这儿陪着你啊 我宁可我能大排档关了 我也要在这儿陪着你 喂 你赶紧过来 妈的状态不好 把大伙也叫上啊 我马上过来 哎 老头子 这么多年 咱们总是揪着 东梅的绅士不放 一直拖到现在 看着东梅心里难闻成那样啊 他还难受 我也一样 现在咱们宁可委屈了自己 也不能再为难孩子了 妈 你们不用再瞒着我为难自己了 你们不敢说的话 我来说 其实 我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我的亲生妈妈是 王秀智 王秀智 你早就知道了 今天 我就跟你们二老说句实话 这段时间 我一直背着你们 已经跑了无数趟的医院了 可是我每当站在门口的时候 到最后 我都迈不动自己的腿 我只要一想到你们两个人 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就又身不由己地跑了回来 妈 现在我的亲生母亲 她生命垂危 可是她躺在冰场上 还在口口声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可是我却不能去 妈 我这心里面 我是多么多么地想 能够在我妈最好的时刻 把她欢欣让她看着我 让我好好地教她一声妈 冬月啊 从前我们那么做 都是因为怕失去你 我们不想失去你 孩子 你现在说的 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是 这句话 她压了我们三十多年了 今天你终于把它给说出来了 不 今天 我就想听你们的心里话 你们两个人 同不同意我去认亲 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 今天 我就撕了这份心 可要是你们两个人同意的话 我得马上马上去做自己 一个亲生女儿该做的 妈你知道吗 妈你知道 知道 孩子 你去吧 我和你妈都支持你 我后悔啊 没有早一点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们不能再让你为难了 这次不管回来回不来 这个时候 你都得去伺候你的亲妈 我还得感谢那个崔老太太 是她 把我和你妈三十多年没有迈过去的坎 给冲开了 冬月啊 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 可眼下 可眼下 眼下最要紧最要紧的 是赶快上医院去认亲吧 对 是啊 妈 妈 归女儿 妈 今天 霓儿就在这里给你们发个誓 我张东北永远心脏 这个家 永远都是我的归宿 不论我走到哪儿 我永远是你们的女儿 快去 孩子 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亲娘 完了可就来不及了 对对对 快快点去 快走 快快快 等等 东北 东北啊 这是你的出生证明了 只有她 才能证明你就是王秀迟的亲生女儿 妈 妈 妈你回来 妈 妈 妈 你回来 我妈 我妈怎么样了 妈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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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说话呀你们 妈 妈 我是三啊 我花多少钱也得 把您的命救过来啊 妈 妈 天忆啊 姥姥说着都是真的 报纸上那个寻亲老太太啊 就是你的亲老 天忆啊 以后你多好啊 你有那么多的亲舅舅 亲姨妈 你和你妈 就再也不用孤单了是吧 不 我不接受 我不去他们那儿 我更不会让我妈回到他们那儿去 天忆啊 他们需要你的妈吗 你的亲姥姥快不行了 作为她的亲生女儿 你妈必须回到你亲姥姥的床前 我跟我妈是你们养大的 你们才是我们最亲的人呢 哎呦 我的傻外孙啊 你妈只是去认亲了 又不是不做我们的女儿了 哎 对了 你等着啊 姥姥让你看一样东西 你等着啊 等着啊 等着啊 咱就去认识 看看啊 以前要去订阅 我更把 attorney的女儿 你拿到我的一个区别 就谢中文 嘉宾 你拿到我的给房子 如果说你哪个人 记得你回头 你能做啊 你能做的吗 你听着啊 就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大夫 你摇头什么意思呀 你说话呀 是这样的 你母亲现在的病情呀 比较严重 可能后续的治疗啊 也不乐观 我妈在这儿躺着 你敢跟我说他不乐观 你冷静 少说 你放个冷静 少说 冷静点 是这样的 个底的专家 以及比较好的医生 我们请了不少 所有的治疗方案 也都打通小意 如果你们的母亲啊 能够再年轻五岁的话 我想可能治疗的方案 要比现在多得多 大夫 大夫这样 大夫 这些钱 钱你拿着 我就一个要求 就一个要求 你帮我妈治好了 钱全是你的 全给你 你冷静点 冷静点 这钱我们不得收 不过你发现 我们会尽力的 你 你干嘛去 不许走啊 我妈还在那儿躺着 别这么逼人家呀 崔伟 我跟你说什么来的 奶奶如果真走了 咱俩挣钱干什么又 挣钱为什么 你冷静会儿行吗 我 妈 你说我真是太笨了 你说你让我给你找个人 我都找不着 妈 妈这回可不是我气的您 您为了大伟 您也不能闭眼哪 咱们家的房伙还没分呢 您可就大伟这么一个孙子 您不能撒手不管哪妈 那房款我不要了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 你等着我给你买一大房子 我让你好好享受天伦之乐 大伟 你说糊涂话呢 妈 妈您看您把大伟 都给急糊涂了妈 妈咱们家不能 一笔糊涂账啊妈 妈都到这个份上 您还提这件事 就是你搬弄是非 才让妈害群这样的 天地良心 妈生理我可一直 一直在这儿省着呢 妈 姐 姐 你的小妖来了 你就是我小妖妹妹 是啊 我就是小妖你的亲妹妹 小妖妹妹 等会儿 等会儿 不是 不是不是 分开分开分开 这是什么呀 这是小妖啊 她怎么可能是小妖呢 你看她跟李自智 你长得像吗 上次李自神经病儿了 就弄来一徐缝 把妈给折腾成这样了 您这次又莫名其妙地 弄来一个什么东梅 你还让妈活不活呀 啊 再这么折腾下去 妈可折腾不起 我跟你说 再谁都折腾不起了 她就是我小妖妹妹 只要她能把妈叫醒 就是假的 我也认了 你认有什么用啊 妈能醒得了吗 你再这么折腾下去 妈就铁叉子给no go 她就弯回去了 我告诉你 妈 您听见了吗 他们都闹到您床前了 他们这是要把您给闹死 妈 妈 你歇会儿行吗 只有大卫才是真正的孝顺您 他们全都是假孝顺 你别挑事了 行不行 不 我今天必须替您奶奶给闹明白了 我看看他们 谁还要刷什么话招 刚刚走了一个小妖 现在又来了一个小妖 赶着偷胎啊 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小妖 她有什么证据 嫂子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还想不想让妈醒过来啊 如果你们大家都不相信我的话 我这里面有证据 这个 是我的出生证明 你们看看吧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说 她就是小悠 天忆啊 姥姥理解你 可是你也必须得接受 报纸上寻亲的那个老太太 就是你的亲姥姥 没有你亲姥姥 哪有你妈 哪有你 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你亲姥姥给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亲姥姥 有多疼你妈吗 她忍受了 失去女儿的痛苦 现在 她又得忍受 母女不能相认的煎熬 也许 她每天做梦 都能梦见她的女儿 三十多年了 她从来没有听到 女儿喊她一生妈妈 天忆啊 我们现在这样做 就是不想让你亲姥姥带着遗憾走 也算是圆了你亲姥姥一个梦吧 老婆 老爷 你们太无私了 嗯 嗯 明白就好 嗯 嗯 我记得你 写过一篇作文 我的妈妈叫大爱 现在你的妈妈为了唤醒你的亲姥姥 回到了她的身边 这才是大爱 天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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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醒醒吧 妈 你一直要找到小悠 来了 妈 妈 你能感觉到是我吗 妈 我就是你的小悠 你最小的女儿 妈妈我今天回家了 对不起 我知道我来晚了 但是我是走了很长的路 跨越了心里面的好几座大山 才来到你的面前呢 妈 妈 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我一眼 无论如何 你要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在你的怀里 好好的 通通快快地哭一场 妈 这三十多年来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 你 三十多年前 你是哭着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三十多年以后 三十多年以后 妈 你就让我笑着叫你一声骂吧 妈 妈 这次 我求你一定不要撇下我 妈 你能听见我说什么 你必须醒过来 你必须亲口告诉我 我 这险天发生的一切 都不是梦 你们快看 妈的心率还有血压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稳 妈 咱妈 咱妈一定是感觉到 咱小佑妹妹回来了 我看看 爸爸